欢迎继续收看相关心得愤意南岛新闻 在中间有60年历宿的老宿舍吃饭是什么类似的? 有回国业者、外华、利用管理的一部宿舍 将于放心,不过亚书保留一些旧友的关索 人家都说在这里用餐是很轻松 平常酒头用餐、生菜白肉丁口别腾头 煮米不错! 将饮乳饭做馆充时,熟悉的宿舍还心 不过亚书保留很多家伙的建筑观所 无论来面,亚书外面,青菜蟹都很好看 这样火锅店,没钱开,没吃完整个月 就会很完美作风 这个屋子的整体的话,我会觉得说 让我比较轻松很文青 可以跟朋友一样慢慢来聊天吃饭 是个很好的选择 希望可以让这个老宅注入新的生命力 那提供这个暖暖的小火锅 可以让大家来到这个用餐的环境当中 感受这个老宅所带给大家的一个舒适 然后怀旧的一个氛围 以及吃到我们美味的一个美食 店里焦白这一夜的焦头鸣鸢湯头 是使用油、鸣鸣、蒜头等食材 在店里不断冰锅来炒过去 一直到鸣鸣软去、滴味 受到没做消费者的欢迎 另外还有生菜白肉灰锅、头家牛公 是处理为古早团形下来的料理 也相当推荐 高山的这个黄金、大白菜 然后我们用手工腌制将近三十天 进行天然的发酵 然后这是我们火锅店里面的招牌菜 那我们甚至呢 还有独家的一个家传秘方的一个肉灶 它的汤头像我们点的是石头、洋葱 我觉得蛮好吃的 然后它的肉我点的是双酱 在这个价钱内可以吃到这个肉品 这个质量是不错的 可以一直吃一直吃不会腻的口味 而且是有时候你想一想一个礼拜后 就会回来在吃的味道 你点的是麻辣锅 那它的话就是属于比较偏麻 吃起来就刚刚好 很适合喜欢吃麻辣锅的人来 那食材也都很新鲜 火锅的菜拌 使用高山素菜 全切的肉丁丁 业者表示在设计的工具 就是围中的档工经营 欢迎大家有来南岛市来吃看看 这次行星银铛博度